他真是努力到爆 一晚上看了上万份读者问卷 然后编了一百个短剧 交给副主编五百参考 可播出俩小时 五百全给他打了回来 都不合格 正当黑泽思考如何修改时 旁边的前辈嘟囔着 漫画和你的柔道可不一样 复杂着呢 面对这样好学的新人 阿刃只要了一碗拉面 就料了自己的心得 放在漫画开头或者结尾的短剧 一要引起读者兴趣 二要给漫画家传递信息 黑泽开心的瞪大眼睛 又学到了 阿刃继续说道 短剧就像烤肉的辣椒面 放好了能提味 放不好就适得其反 阿刃此刻说的是头头是道 但回到公司 他就被主编喊了过去 他负责的那个漫画家陈田 已经连续多次口碑垫底 主编要停了他这周的连载 同时又要阿刃 做好陈田的工作 别就此趴下了 阿刃被主编这一硬一软 搞得迷糊 但还是遵照要求 带着陈田出去潇洒 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期间又是夸陈田最帅漫画家 又是鼓励他下次一定行 可这些对陈田不受用 临走时连理都没理阿刃 另一边的黑泽 虽然得到了阿刃的指点 但写出的短剧 还是让总编挠头 不过这还不是黑泽最大的麻烦 他出自负责的漫画家高田老师 原定今天12年交稿 黑泽准时前来 老师不在工作室 助手没有都一言不发 就在这时 听到了老师打电话的声音 原来老师的小美女女友跑了 电话现在也关机了 为情所困的老师 还哪有心思创作 但黑泽不允许这样 在黑泽的监督下 老师总算交了本着要发的稿 这时新问题又来了 下周的粗稿怎么办 要勾思故事 比苗原稿还要难 转眼到了周三 都上班好一会儿了 高田的粗稿 还没按约定发过来 黑泽问阿正 要不要打电话催 打了老师很烦 不打又怕耽误了 两谈之间 打印记响了 高田把粗稿传过来了 黑泽看着粗稿 越看越觉得不对 立马打电话给高田 这期太敷衍了 故事根本没啥进展 高田心烦意乱 大猴子黑泽不懂 连载就是这样 剧情有机忧缓 现在的折服 是为了后面的一飞冲天 黑泽半信半疑 拿来之前的连载 好像是这么回事 有的段落剧情确实很缓 他又高兴起来 因为又学到了 还决心要更懂老师 与老师共进退 一旁的阿任听到 若有所思 前两天他拜访陈田 陈田灰心丧气的 准备放弃漫画 他鼓励的说道 就停看一次 下次一定行 陈田大怒 画画的是我 和你无关 你当然能下次 我哪有那么多下次 阿任此刻听到 黑泽说的共进退 他突然觉得 无心中 他与陈田已经从最初的 共进退 变成了普通合作关系 他已经很久没有 和陈田坐一起 同时共享的讨论作品了 他已经失了做编辑的初心 到底该怎么做好编辑 伍白这时也在教黑泽 黑泽给他看了 高田老师的粗稿 伍白说 有记有缓的理论没错 但这个缓和敷衍 是有区别的 编辑的工资是读者给的 你就要对读者负责 要想尽办法 让漫画家提高作品质量 这也是对漫画家负责 黑泽又给高田老师打去电话 一直打到快下班 对方都是不接 看着下期的粗稿 又看到底下已经拍板好 本周要发的连载 黑泽突然有了主意 找主编撤当本周的连载 他要改一下标注的短剧 以此激发老师出好作品 主编拿出高田连载的 小小公主第七卷 当时也发生过这样的危机 第七卷剧情无聊至极 照此下去 小小公主可能过不了十卷 就会被吓掉 但五百力万狂澜 和高田斗智斗勇 让他重新振作 才有了连载至今的28卷 现在你能靠一个短剧 救活高田吗 主编拿过原稿 要看看黑泽写的短剧 主编给印刷厂打去电话 还没开饮 经理立马安排修改短剧 这边黑泽也在加班 写了下一期粗稿的修改意见 黑泽这两天的努力 二人都看在眼里 他学习黑泽 报来读者问卷 加班看了起来 第二天 印刷厂经理拿来修改后的样板 黑泽就在等这个 他要亲自登门去找高田 阿任也要去找陈田 按下门铃 高田叫着女友的名字冲出来 一看黑泽立马要关门 这个机会 黑泽不会再错过 拔着门劝老师不要任性了 保证作品 也是保护老师您自己 下期的粗稿 肯定会让读者失望的 高田松开手 黑泽把本期的样板 还有下期的修改意见 给了对方 说完黑泽哭了 被自己的极致奴力 感动哭了 高田打开修改意见 竟然列了几十条方案 但这不能打动高田 接着他又拿起本期的样板 最后的短剧 他忍不了了 立马跑到工作室 开始重画粗稿 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 小女友回来了 另一边的阿任 也去到了陈田家 打开电脑 每一期的数据分析 读者问卷的常见吐槽 漫画中的不合理情节 阿任一点点的讲给陈田 最后他对陈田说 一开始空喊下次加油 不去寻找原因 是我作为你的责任编辑的失职 忽略读者自由创作 是我们犯的错误 他拿出一张读者问卷 上面写道 我是你的铁粉 即使有烦恼 也要笑出来 期待下周见 陈田泪流满面 阿任说 让我们把读者当队友 继续前进吧 陈田哭着点头 另一边的黑泽 提前收到了高田老师的粗稿 他写的短句起作用了 以小小公主之口 大喊男人太弱了 这刺激了高田 最后一张传真上 高田骄傲的写道 吓到你了吧 头号读者 黑泽会心一笑 他更爱编辑的工作了 继续斗志满满的 和总编互相打气 现在他也会给总编画饼了 因为他们和继编辑部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既然如此 黑泽决定先做好 接下来的工作 发掘新人 这一次编辑部的坏人 要出现了